消防車深夜緊急趕到台東鐵花路 這間知名旅店前 旅客們紛紛集中到一樓大廳 臉上心有餘悸 因為旅店剛剛驚喘 火災警報器突然大響 火災警報器突然大響 火災跑著下來 用兩個電器 整個響啊 有聞到韻味嗎 沒有 事發在7號晚上10點多 不少旅客在睡夢中 被驚醒倉皇逃到一樓 飯店人員也趕緊疏散人群 警銷人員火速趕到現場 逐一檢查二樓的房間 在房裡的垃圾桶發現 兩根煙蒂 他們懷疑是不是有 旅客 房客抽煙的 不是 他們旅客所有聽到 那個房子 房間外面有發生的 那聲音怎麼來的不知道 有可能關門的聲音 意思是二樓有旅客 在房間裡面抽煙 才會引起偵測器警報 消防人員確認 沒有失火的情況 也沒有任何起火點 也一起安撫旅客 查二樓 還是可以動 旅客對於剛才聽到的疑似爆炸聲 還是有顧慮 旅店深夜警報器大作 嚇壞不少旅客 幸好是虛驚一場 那並不會因為一點的這個煙霧 就會造成僅營的作效 那應該是在房間 做大量的抽煙的工作 才會有這樣子的反應 如果是有發現相關市政的話 我們會依煙害防治法 除以兩千到一萬塊的 相關的一個發責 不過後續是否有旅客 在房間內抽煙 或是警報器太過敏感 還是有待旅店調查釐清 記者潘正賢 蔡宇山 台東採訪報導 在房間內抽煙